Hello Hello 各位,歡迎繼續收看鹹輝的頻道 今天我就繼續帶大家去逛花市 昨天我們去了廣州去逛了三年的西湖路花市 今天我們就回到佛山這裡 都去看看這裡闊別了三年的花市是怎樣的 重峰路花市是佛山蟬城區的中心花市 也是佛山美變大佛山之前的中心花市 這條路就是位於舊城區的核心位置 平時其實都OK破爛的 但這條路每年在春節的時候都會變得紅紅火火 給所有的新區都要興奮 其實都是這樣的,因為一個家再叉 過年我們都會回去 城市都是一樣的,因為舊城都是每一個城市的家裡 在昨天那段影片裡都說過 廣州西湖路和北京路那邊的花市 基本上是沒有花賣的 只是在那裡抽葉鬧,看看人頭 佛山這邊又是怎樣呢? 你們都可以看到 所有賣花的都翻了來了 花應有盡有 應擺盡擺,都應賣盡賣 因為已經三年了,這次一定要買回舊 這次一定要買回舊 其實佛山的花市其實都是很多人的 除了佛山本地人多,佛山的花市最多就是廣州人過來 特別是在蕾玉城和南海順德的幾個地方的花市 因為廣州的地方是很快的,只是半小時左右 而且交通又方便 所以基本上是在廣州的花市 賣不到的東西 放到蕾玉城和順德,南海,佛山 就肯定買得到 都買到這裡 然後是在廣州的地方 外圍的地方 都買到這裡 一個月的村莊 在路面上 有很多的地方 加急 有很多人 在路面上 與大學的地方 在路面上 有很多人 在路面上 重鋒路, 除了賣花, 還有什麼賣呢? 其實這裡關於過年的東西, 什麼都可以賣 什麼風車啊, 公仔啊, 花瓶啊 反正這裡你所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因為這條路其實是為了過年而存在的 逛逛街, 永最開心的都是小朋友和大朋友 畢竟熱鬧鬧的, 你說是不是? 有誰會不開心呢? 有誰會不開心呢? 這個重鋒路巴士呢 其實平時都會... 即是它平時主要是買分慶價取 和那些什麼揮春啊, 貼門那些東西 那路兩邊所有去賣的東西 在其他地方也都很難找得到的 所以說呢, 舊區的花瓶, 之所以共熱鬧 那是因為它這裡雖然是舊 但是它這裡每一塊的角落都充滿著 對人生的美好祝願 在旁邊的花瓶路 行完這個重鋒路呢 記得繞到旁邊的筷子路 就是佛山那條揮春界那條 那裡繞一繞 那今年那些死人爛鬼騎樓呢 大有那個倒塔的跡象 看到啦 那些騎樓都裝了綠色的腳架去保護 但是一年才會有一次 一次就大概半個月左右 怎麼可以錯過呢? 好了,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各位新的一年,身體健康、時順利 我們明年再見,拜拜!